欢迎收看GoMarkets今日盘前解析 今天是2月2号星期二 那澳股周一呢低开高走 大盘上涨幅度是接近了1% 那支付2D VEP呢上涨之后 逼近阻力的8块大宽 而电商KG呢连跌之后 股价形至关键支撑价位 那如果17这样的价格坚守幅数 那下方16块将会是第二个坚守阵地 那因为上周在白银带头之下 贵金属价格出现异动 因此本周黄金股可能 仍然会是我们需要关注的目标之一 那香港恒生连跌之后呢 涨幅是超过了2% 上证指数呢是重回3500点大关 流动性趋紧之后 中国央行注入近1000亿 短期流动性来减优 那美国时段的纳斯达克指数 领涨三大股指 1月亮丽的交付答卷 并未为未来的未来汽车的股价 提供强力的提振 那下方50块 仍然会是较强的支撑价格所在 那特斯拉继续声猛 阿里与百度继续有条不紊的上涨 那不论是美股还是澳股 如今最大的担忧与顾虑 是在于大盘而非个股 或对方面美元指数反弹至91 短期之内美元反弹 在我个人看来 仍然会是大概率事件 隔夜黄金与白银价格 维绕关键价格继续辗转反侧 那因GME股票事件近期 嘎空一词呢 甚嚣尘上 从目前来看 我并不确定白银是否为嘎空行情 但上世纪70年代 关于亨特兄弟的白银故事 值得大家研究与学习 那如果事实修首的话 史书之上 亨特兄弟可能将会以另外一种方式 被我们所铭记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内容了 欢迎认可跟喜欢我们大家的朋友 点赞与转发 我是GoMarketsAlan 我们下期节目见